帶著夫人孩子一起亮相 和市民朋友分享喜悅 議員林志宏近期家中再貼一位新成員 不同問證時的嚴肅模樣 興奮知情全寫在臉上 滿緊張的 因為我們老大豆豆 在三年前出生 所以有一點陌生 當時要抱孩子的手勢 所以今天抱到丙丙老二寶 其實很開心 也很緊張 議員也發揮創意 為家族取了有趣的專屬名稱 我是志宏 大兒子是豆豆這樣 那我們二寶就把他取名叫餅餅 所以我們是紅豆餅三人組這樣 孩子剛滿月 年輕爸爸林志宏 特別關心幼兒託育的問題 他特別表示 未來也將督促政府 持續推動更完善的公託政策 政府慢慢的在針對一些 生養育津貼的補助 金錢上其實這是一個 很好措施 那其實除了金錢上的一些 減輕壓力以外 我認為環境上 也是需要去持續努力 跟打造的這樣 包括剛剛提到這種 智慧托育的環境 靈魄的環境 甚至未來整個孩子成長空間上面的營造 包括特色公園 包括水雨綠的環境等等 這些都是這個城市上面營造 可以增加親子的相處時間 也可以減輕父母負擔了一個 很好的一些做法 鏡頭前議員林志鴻也不忘感謝太太辛勞 看著秉秉也期許自己 能藉著名義代表的身份 繼續打造高雄 成為適宜居住並育兒的幸福城市 老婆辛苦了 這段時間坐月子很辛苦 那我們未來一起讓這個家庭 更美好更完美 那我們一起為孩子努力 為未來打拼 謝謝你 我愛你 記者張世民潘一新高雄報導 小朋友 適宜居